那上次的圍裙太小了 前民進黨主席卓榮泰出席電氣站 穿上圍裙體驗親自動手做潤餅 卓榮泰大談食安問題 頗有隔魁架勢 隨著520逼近 外界持續關注內閣動態 賴清德首任行政院長人選 到底是誰 如今似乎就屬卓榮泰呼聲最高 賴總統當選人 目前在非常的謹慎處理 那麼他在沒有決定之前 沒有對外之前 他沒有對外表示任何的意見 所以沒有人可以在這個時候 對人事來做多加的傳扯 你有被賴副審舉過嗎 他有問過我其他很多的問題 這個問題沒有問到 這個問題沒有問到 卓榮泰說的確跟賴清德 談了很多 但就是沒談隔魁這一題 不過傳出日前他出席 一場雲林同鄉會活動 跟綠營的黨內要角 國策顧問參選 眾人見他拱喊卓院長 卓榮泰則笑回冷笑為 沒有被拱啦 因為他們是看到 後面應該有其他醫院的院長 再叫別人也不是叫我 再一次見面可能叫你竹院長 那我們要很久以後才會見面 卓榮泰笑笑帶過 不過黨內人士分析 在嘲笑野大情況之下 卓榮泰的確是適合的人選 身段柔軟加上曾任黨主席 也是各派系可以接受的人選 也跟賴清德有深厚互信基礎 接任隔魁有跡可循 卓榮泰跟賴清德準總統 相當有默契 我們許多終生代都稱他大師兄 最終人選還是尊重賴清德準總統的規劃 賴夫 隔魁人選確定會是卓榮泰嗎 賴清德笑笑沒回應 目前檯面上被點名的人選 除了卓榮泰 還有前文化部長鄭立軍 以及總統府秘書長林佳龍 府院黨人士眾說紛紜 收任隔魁該如何穩定政局 也成賴清德挑選最大關鍵 民視新聞 林靜玲 東名 宋宏林 台北部島 我們今天的發表會 不可能是 我們發表會